125 文匯報 國泰6月載客量升7.6% 2015年7月15日財經新聞 B02 香港文匯報信國泰航空0293昨天公布與港龍航空6月合並結算的客、貨運量 數據顯示,6月的載客量較去年同期錄得穩健增長 為貨物及郵件運載量的增長較為輕微 兩航空公司在6月合共載客281.05萬人次 較去年同期上升7.6% 乘客運載率上升1.3%至87.2% 以可用作為千米數計算的運力則上升6.1% 今年首6個月的載客量上升8.8% 運力亦增加6.4% 兩航空公司在6月運載的貨物及郵件合共14.11萬公噸 較去年同期增長0.5% 運載率為62.7% 下跌2.2個百分點 以可用貨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上升5.9% 貨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升幅為2.2% 今年首6個月的載客量上升8.8% 運力增加8.9% 貨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升幅為2.2% 預先進入 加賞 5.0% 本身的貨物 悅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 為4.5% 貨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 為4.5% 貨物及郵件典千米數計算的運力 加賞